一段家国王室 树中秋而春风 同宗两岸 海峡无患 我们共同的记忆中 有怎样的历史风云 有哪些改人至深的亲情故事 还有怎样血流水的意外相成 天涯共死是系列九海海记忆 我还岁月成风云 揭秘历史背后鲜为人知的内幕 带您走进见证传奇的音乐园 分享难忘的海海记 1949年新中国成立 国民党败退台湾 统治中国二十多年的蒋介石 为何会在短短四年里快速溃败 为什么说蒋介石的性格特质 影响了最终的结局 战场上军队倒戈事件频繁 蒋介石究竟做了什么 会让军心士气唯靡不振 一场初衷良好的基农改革 为何会导致民不聊生的怪象 前线失利 后方人心尽失 面对即将到来的失败 蒋介石又如何从大陆败退到台湾 天涯共词时 7月节目台海记忆 带您解读蒋介石 失去人心败退台湾背后的一段往事 大家好 欢迎收看天涯共词时节目 我是主持人桑辰 1949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最被关注的一年 这一年呢 是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伟大胜利 和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了一年 而对于蒋介石领导下的国民党来说 这一年是兵败隐喊 落逃台湾的转折点 也是1949年的这一变局 造成了后半个世纪海峡两岸的长期对峙 那么就在这一年时间里 蒋介石本人又是如何经历了这场 历史变革背后有哪些显为人知的内幕呢 那今天呢 我们现场就为大家请到了来自浙江大学 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研究中心主任 陈红英教授 和来自台湾中央研究院的黄克武先生 请他们来为我们揭开这段历史背后的秘密 蒋介石有请二位 您好 你可以 1949年初 蒋家王朝在大陆的统治已成风雨飘摇 朝不保夕之事 前方兵败庐山倒 身在后方的蒋介石发现 原本能让他睡个好觉 服用多年的烈性安眠药 渐渐失去了效果 为了能够睡着 他开始酗酒 每天临睡前要喝一杯半的威士忌酒 这一时期 蒋介石每天晚上都要和远在美国的宋美龄 通上一番越洋电话 希望电话对面能够传来美国出手援助的消息 然而结果却一无所获 战事不利 连国民党占领区内的反蒋呼声也此起彼此 军事失败 民心仪式 军面破烂不开 蒋介石痛心疾首 自感再也无能为力 当时蒋介石说觉得自己干不下去了 怎么听这个口气 似乎和他要强的性格不太相符 能不能介绍一下 当时蒋介石是在一种什么样的历史背景下 说的这样一番话 1948年底的时候 蒋介石其实面临了内忧跟外患 在内忧方面 三大战役刚结束 蒋介石总共损失了150万的军队 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挫败 第二点 财政方面的改革 金元件从1948年8月开始实施 到年底的时候 大致上已经确定是失败了 第三点 在外交方面 当时美国总统杜汝门 对蒋介石可以说是毫无信心 在当时的马歇尔建议之下 希望策换蒋介石 由李中仁代替他的一个位置 当时的情形 蒋介石说干不下去 是整个国民党内都有一种失败主义的情绪 在内外交换之下 我们举两个极端的例子 说明当时蒋介石 他做不下去的重要的原因 蒋介石有两个特别忠心 或者跟他长期合作的朋友 一个是陈步雷 他的文材 他的很多文告是他写的 他的文笔也很好 在1948年的11月份的时候 陈步雷因为悲观验视 实际上就对当时整个的证据 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了 所以他自杀了 那到第二年的49年的2月份的时候 那蒋介石的另外一个长期的好朋友 是这个叫戴基涛 戴基涛也是蒋介石长期的 很好的朋友 这样的一个人 最后这个也就是这个自杀了 那他们两个这个自杀 就代表了其实国民党内 当时那种失败主义的情绪 或者对前途的这种信心的丧失 是一个非常 就是一个有代表性的 这种蔓延的这种情绪呢 可以以这两个人自杀作为代表 那蒋介石心里其实也是 就是那种 焦灼啊 焦虑啊 不安啊 所以他考虑这个 下去说干不下去 那确实是真的是干不下去了 万般无奈之下 蒋介石于1949年1月21日正式宣布隐退 当天下午4点10分 蒋介石在儿子蒋经国等人的陪同下 乘坐美龄号专机经杭州停留 第二天回到凤化西口老家 此时的蒋介石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介平民 寄情于山林之间 但其实他隐而未退 架在西口阳房中的电台天线 成为他与外界密切联络 遥控指挥的主要工具 我们看到在历史上 蒋介石他是在49年的1月21号 从南京去的这个老家西口 那么直到4月25号离开 那么在这一段期间据说 他是利用电台 利用七部电台来掌控 国民党内部的一些军政的一些事务 那当时具体是怎么做的 当时主要他还是担任 这个中国国民党的总裁 我觉得这个位置很重要 所以他虽然这个下野了 但是呢他对于党来说 他还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领导人 所以如果从他日记上来看的话 当时他几乎每天都接见人 有的时候一天接见9个人 当然都是他主要的这个 低传的一个这个手下的一个人 所以虽然在下野的一个期间 他其实利用作为一个 中国国民党总裁的一个身份 做各种各样的一个布局 下野对他来说是一个策略性的一个工作 他其实在这个过程里面呢 希望达到一个另外一种的一个 势力的一个平衡 当时除了蒋经国 深得父亲的这种信任之外 当时蒋介石身边还有一些什么人 是非常得到了蒋介石的信任 一部分是这个 还是这个陈立夫 当群 这个 我想就是说他身边 其实还是他本身这个 本来权力核心的这些人 当时蒋介石下野了 现在很多人认为蒋介石下野之后 还这样的指挥军队 还这样接见人 其实是就等于说是 越权或者男权不放 这样比李东人很那个 但实际上就没有注意到那个体制 当时国民党是党国体制 那党也很重要 党甚至比国家还重要 所以李东人接的那个位置 只是行政的那个位置 国民党的权力还在蒋介石上 那蒋介石认为说 我拿那个党的这个位置 我还行动还自由 还不受任何的这个束缚 所以他其实下野的时候有这个 所以蒋介石一方面就蒋介石 他认为他还有责任来指挥军队 来这个调动干部 那另外一方面 翻过来说 就是国民党那即使是反对蒋介石的人 他也觉得蒋介石有资源 还要利用蒋介石 所以呢很多人要到主动去找蒋介石 报告情况或者是汇报情况 所以很多人有的时候 不是蒋介石召见他 他自己去的 对因为当时其实下野之后 蒋介石整个侍卫的班底 都全部跟他到凤华队了 因为这个其实是他身边的人 那这些人后来又跟着他到台湾去 所以那个就是这个 刚刚陈教授所讲的 就整个体制上呢 作为这个中俄国民党总裁那个位置呢 其实他是有一套这个班底的跟着他 在一般亲信的方程下 蒋介石准备为逆转大陆局势 做最大的努力 在西口的三个多月时间里 他每天都在调动国民党军队 做最后的抵抗 其实早在蒋介石要隐退之前 他已经为自己的退路 做了一定的军事部署 先守长江 如果长江不保 再全力守上海 上海如果还是守不住 下一步将防卫重心移到东南的广州 西南的重庆及成都 台湾是万不得已的最后选择 那么说到这个蒋介石车到台湾啊 当年好像也是有所选择 是去海南呢 还是去台湾 但是最后还是选择了台湾 为什么 在整个布局上 蒋介石从来没有考虑过撤到海南 因为海南离中国刀太近了 所以就是说 在基本上在这个防卫的一个距离上来说 是不可能的 那他在1946年去过一次台湾 那次对台湾印象就非常的好 所以他也看到了就是说 以中国大陆跟台湾的一个距离来说的话 台湾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防卫的一个基地 还是有的得体 对 但是这个台湾有这样的优势 但是蒋介石 他以为是一个长期以来在国家的领导人 他又有抗战的这个经验 所以现在我们用这个后知后觉的办法 因为蒋介石后来在台湾了 所以我们认为蒋介石一开始就选择台湾 那我自己个人的研究 我是觉得蒋介石 这个台湾是下下策 守台湾的下策 蒋介石如果要 无论是在大陆地主角 或者将他反攻大陆也好 当然应该是在大陆为主 所以蒋介石他 把东西放在台湾 那是因为台湾共产党很难打过去 因为当时海空军力量不强 但是蒋介石最理想的方式 当时我们看到的撤退线目就知道 当时这个49年解放军渡江之后 那国民党政府没有撤到台湾去 对吧 先去了广州 那解放军又南下继续打广州 那么他就退到了这个成都 那么蒋介石其实他最大的想法是 我前面讲过 他抗战的经验对他非常重要 他就说我继续守到西南 我守到西南 守到西南就能守到零开无散 就能守到零 所以他大量的时间 他49年大量的时间 其实是在经营西南 那西南守不下去了 他真的 我不看到他到12月7号的时候 蒋介石就国民党政权 才撤到台湾去 那么也就是这个时候 中华人民共和政府已经成立了 两个多月 他还撑了西南 他撑了西南 他坚持最后 他当时决定成都守不下去的时候 他当时并没有觉得从成都要撤退 他准备撤到西昌去 先去准备撤到西昌 结果西昌那边呢 先已经起义了 他最后没办法了 所以他才决定要撤到 所以他对于 他其实他理想的地方是在这个西南 那西南的西南实在不行了 他在台湾 所以台湾对蒋介石来说并不是首选 并不是他首选 那后来当然我们看他 其实西南守的时间比较短 但是蒋介石当时整个的理想 他自己最后12月10号 就国民党政府去撤掉之后 他才从这个成都走 他当时是在布置 那个湖东南的部队在那里守着 他当时是说 把这个大本营设在这个西昌 就虽然我走了 大本营还在西昌 然后在这个成都呢 设了总司令部 他当时他其实原来最理想的方式 是把借助他抗战时期的 从西南 然后返回这个 这个中原的这个经验 1949年4月23日 人民解放军突破蒋介石精心策划的 长江防线 占领南京 国民党的江南半壁江山 已经支离破碎 心急如焚的蒋介石 立即在浙江定海 举行了紧急军事会议 在会上 蒋介石用心良苦 一上来 便引述了孙中山先生的疑讯 外战不出川 内战不出弯 以表明自己撤手台湾 是源于孙总理的伟大思想 会议结束后 蒋介石立即拍板 撤手台湾 建立反攻大陆 复兴党国的基地 那么蒋介石在签台之前 又做了怎样的一系列部署呢 蒋介石自己在下野之前 他做了很多的部署 其中一个跟台湾有关系 我们后来往前推的时候 觉得他这个特别重要的策略 就是在台湾的军政方面 第一个就是让陈诚做台湾省主席 然后做蒋介石国 做台湾省党部 国民党台湾省党部的诸位 这两个都很重要 一个重要是陈诚是蒋介石的 一直是非常亲信的一个将领 那么他后来有跟蒋介石关系很好 一直帮助蒋介石 守住了台湾 然后建设台湾 那蒋介石呢 之前的时候 大概还没有做到那么 我们叫做省部级的官员 他一下就做到了 台湾省党部的主委 那么也走到了前台湾 其实蒋介石任用陈诚 做台湾省主席呢 还真是偶然的 不是蒋介石处境激励的一件事情 那为什么找到陈诚呢 这蒋介石第一 手下完全没有人了 第二个是这个时候陈诚啊 得了很重的胃病 他在台湾养病 他就在人就在台湾 已经养了半年多了 而且陈诚在之前 陈诚蒋介石写了很多信 希望帮助 说这个总裁已经碰到那么大的困难了 我作为学生啊 我要出来帮你 甚至当时日记里 他给蒋介石的信仰 曾经说到 我要仿照 当年你到永丰建上去 这个帮助孙中山 度过那个困难的时候 我现在出来帮助你 蒋介石完全不理他 从来没有那个时候根本没有说制止他 让他来做那个 突然到了12月28号的时候 他让这个陈诚来做主席 而且做这个主席的时候呢 是陈诚不知道 而且陈诚的这个 就前任 就魏道明自己也不知道 蒋介石打了个电报给魏道明 让魏道明拿了这封信 去跟这个陈诚说 就任命你做这个台湾省主席 赶快就任 那陈诚不知道 蒋介石要做什么 就陈诚呢 就赶过来 给蒋介石写信说 就现在台湾那么 这个局势那么紧张 然后这个魏道明 这个口碑又不错 如果你说觉得他人比较弱一点的话呢 我可以让他 还可以让他做主席 我借重我的军事力量 我军事长官的这个 我的军事才能复赌他 蒋介石接着写了一封信 大骂他 说你为什么还不就任 这个 如果你再不就任的话 这个要一物战机 换了大事 你要负责任 这个情况下他没办法 自己才在大概1月5号就任 所以这个过程里面 看着他们之间完全没有商量 而且蒋介石大概是有点 有点有点 但是后来这步棋走的是非常的对 绝对是对了 又陈诚后来对蒋介石的忠心 他的财战在那个时候都体现出来 就帮着蒋介石把这个岛守住了 而且成了蒋介石后来一个 安身立命的一个重要的地方 所以这步棋是蒋介石走的 非常重要 那么兵荒马乱的时候 大部分是错棋 但这步棋走的很对 面对复杂的局势 蒋介石只能孤独向前 他乐观的估计 1950年一定会发生世界大战 只要国民党能够坚持一年半载 美国会又一次全力支援他 在决定退守台湾之后 蒋介石把国民党的主力部队 约60万人撤退到台湾和东南沿海的一系列岛屿上 他在台湾只部署了三分之一的兵力 三分之二的兵力都部署在靠近大陆的厦门岛 新门岛 海南岛和舟山群岛一线 组成了台湾岛的外围屏障 山线已经拉开 而此时的蒋介石大量的时间 却都是在台湾往返大陆的飞机上渡过的 这又是为什么 在49年的五六月间 我们也看到蒋介石他是多次往返于台湾和大陆之间 做一些军事上的防务工作 那么一方面可能想 借此是不是来保存最后一点在大陆的地盘 然后拖延解放军进攻的进程 那同时是不是也可以借此让台湾有一个喘息的机会呢 问题就是蒋介石根本没有想 他就是想还是守住大陆 他不是想拖延 不是为了守住就是拖延时间 或者消耗解放军的力量 或者给台湾守卫台湾争取时间 他就是想在大陆能守住一个地盘 就是保存最后那一点点的 我们如果想象的话 后来的时候国民党后来还有军队 打到缅甸 从云南打到缅甸 长期以来国民党的军队在那里 希望从陆地上反攻的这个机会还是有 所以他并不觉得 到了台湾 对这个他保存苟且性命啊 保存这个政权是有利的 但对他反攻大陆也不利啊 你反攻大陆 你从那个小岛上 你怎么反攻整个大陆 所以对他这个情形 他并不是 那不是他的理想的 我觉得是在他整个战略考虑里面 是最后的就没有办 最不得已的一个下下策了 另外一个就是 我们前面讲 就蒋介石因为那个时候 国民党在大陆上还有地方 还有可能性 所以他一直到12月份 他5、6月份的时候 那西南西北 特别是西南 完全在国民党控制之下 那他还有这个 就是这个 胡东南那么多部队 蒋介石对胡东南这些部队特别看好 因为当时到了西南 蒋介石撤退大陆的时候 他自己日记了一些 我现在还有50个师 那50个师呢 其中32个师 是这个 胡东南 从这个 西北 长筹把射 一个半夜 长筹把射 1000公里 在这个共产党围堆阻结下面 他完好无损地带到了这个地方 他是 蒋介石认为这也是个奇迹 所以他准备 蒋介石一直在西南 就要部署这些部队 然后作为最后的这个 这个方案 那蒋介石过去的时候 就是想把西南的军阀 就是这个 穿袭 电袭的人 整合在一起 然后再把这个 胡东南的部队结合起来 那这样的话 就守住西南 守住西南就是 又回到他这个 抗战中间那个奇迹 将来通过这个 国际形势变化了 或者是共产党内讧了 这样的情况 他又可以有机会反攻了 他是 他那个时候 来回的部分 就是他还是想在大陆 守住大陆 是这样 对 他那段 其实常常来回台湾 跟中国大陆 主要就是他不愿意 一下就迁到台北 因为他从南京到广州 到成都 事实上这意象 非常的一个明显 因为如果一旦 迁到台北的话 其实对于这个 国际声望 对于国内明星来说的话 都是不利的 所以他其实这个 一步一步走呢 他那个布局 就是刚刚陈文明教授所讲的 他其实是 台湾是最后 最下的一个选择 他能够守广州 能够守成都 甚至能够守到西康 他都愿意 就在人民解放军 停进大西南之际 蒋介石被逆转 大陆局势 也做了许多努力 以1949年下半年 去台湾之初为例 在随后将近七个月时间里 蒋介石总共进出大陆 十二次 停留在大陆的时间 约有两个多月 所到的地点 包括福州 广州 厦门 定海 重庆 昆明等地 接见的军政领导 超过百人 此外还举行多次 党军政会议 目的就是要稳定 反共的战局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 蒋介石的这一切努力 只是为了拖延战局 对国共双方的胜负局势 已经于事无补 随着战事的推进 曾经的最后底线 台湾已经近在眼前 蒋介石不得不考虑 牵牌的细节问题 近现代中国波澜重破的历史 诉说着得民心者 得天下的运航真理 1949年 蒋介石第三次下业之后 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 此时蒋介石的退路 究竟在哪里呢 你一步一步的退 他就在西南 当时想稳定 长江失守 西南失守 败局之中 蒋介石为何决定退到台湾 台湾共产党很难打过去 因为当时海空军力量不强 在苦苦挣扎中痛定思痛 22年统治大陆的时代 为何快速终结 蒋介石又是如何反思自己 在大陆的失败 军事上是一个关键性的东西 在街上的这个政治经济上的一个因素 特别是这个土地改革的问题 穿越历史风云 天涯共词时系列节目 台海敬意 为您展示蒋介石失去人心 代退台湾背后的故事 本期带您走进蒋介石逃离大陆的心路历程 那我们说一说 当时蒋介石签台的时候 他为什么没有从大陆直飞台北呢 而是绕到了一些地方 是什么原因 出于安全考虑吗 那蒋介石 这个蒋介石飞台的那个契机 就是他从凤华 蒋介石是还真是买勇敢的 当时这个他离开凤华的时候 是49年的4月25号 那我们知道4月23号 解放军已经渡江了 占领南京了 那你说那个时候离这个凤华有多远吗 所以他还过了两天才走 那么他到了 他当时他认为 因为汤安伯的部队 也是他的一个非常清新的一个敌系 他认为在这个上海能守住 我前面已经说过 蒋介石一直想幻想 如果上海能守住 那整个军事上完全不一样 因为上海这个影响不一样 而且国民党在一片的失败中间 如果能守住的话 那就真的他就觉得是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但结果上海也没守住 所以没守住到5月份的时候 他就飞那个澎湖 那飞澎湖的这个目的 现在看不出来 他当时他为什么这样考虑 但是考虑的 就是能够能够推想到的一个结果 就是当时 因为这整个的这个沿海的作战 刚开始 就是打到上海 解放军打到上海之后 才开始打这个 比如说福建和浙江的沿海 然后才去投入台湾的这个 对于这个工作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就是蒋介石 在澎湖的地方 就对指挥沿海的作战 是应该是比较有利的 这是一个一个考虑 对 我觉得对蒋介石来说 他并不是一开始就打算往台湾跑 他其实是有一个整体的一个 东南的一个布局 所以从这个离开上海 然后到澎湖 走高雄再到台北呢 其实最后呢 是在6月底 他要开一个东南京区的一个会议 那个其实是一个比较重要的 一个军事布局的一个会议 那他整个布局呢 是可以说环绕着这个 东南到西南这条线 蒋介石他在这个 就是49年的这个 整个的战败的过程中间 蒋介石心里是 每一次都认为 这次能打赢了 他没有说我一退千里 我每一步他都想打赢 打了这步不行 他再往后退 他虽然战略上是有考虑要退 怎么退 但是他每一次都没有说主动要退 就是说要打 在这个东南沿海也要打 他还是做了很大的 他就花了很大的力气 让陈诚他们去做 所以他每一步 包括广东的事 包括海南的事 包括这个西南的事 他没有哪一次说 哎呀我们最后 反正你确定守台湾了 我们就撤吧 不是这样子 所以他把这个 就是那个时候 他到那个地方的安排 也是一步一步的 蒋介石为什么不肯去呢 是因为他直退台湾 他不安全 因为当时是这个美国人 这个甚至跟陈诚暗示 说如果这个来的话 把他抓起来 然后美国人支持陈诚取代蒋介石 那这个事实是有的 但是这个不是美国政府的这个 是美国国务院 有些官员跟陈诚有这种意思的表示 因为美国政府同来都是多样化政策的 就这个政策不代表美国政府的 那翻过来说 陈诚对蒋介石非常的忠诚 这个事情陈诚告诉过蒋介石 蒋介石向来生性多疑 他知道 在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岁月里 处处都充满着杀迹 1949年5月26日 蒋介石成为零号专机 从浙江中山抵达台湾 他到台湾后 先住在高雄的秦山 很快转移到台北郊区 以北十多公里的草山 下榻在台湾唐野公司所建的草山宾馆 后来蒋介石一直以草山作为居所 因草山有落草为寇之嫌 蒋介石于是将它改名为阳明山 以表效法明代王阳明之决心 1949年是蒋介石63岁的生日 所以蒋介石的生日他分两次 那一次是这个杨历呢是10月31号 英历呢是9月15 所以蒋介石这两天呢都有记 那么记这个日记呢 他记得很有意思 他这个杨历的10月31号 他记得是说今天是我63岁的生日 过去的这一年 是我一生中间最黑暗 最悲惨的一年 然后他说我小的时候啊 曾经有个项面的先生给我算过命 说我的生命呢到63岁为止 也就是说我63岁就死掉了 但是我今天新的一天已经开始了 他说为什么我过了63还没死 还有生命 他说这就是因为这个上帝啊 眷顾我 眷恋我 觉得我还有就是好多事情没做完 所以我从此以后我要这个日子就是转了 所以我要好好的就服侍上帝 然后把自己要做的事情做完 这一天是他这个杨历的时候记的 那么11月3号的时候是英历9月15 这一天呢 蒋介石又记 所以他前一天的时候呢 他跟这个蒋经国从台北到了嘉义 然后从嘉义出发呢 他们去到那个阿里山去看日出 早晨三点半就起床 然后四点钟出发 然后到了这个山上去 看到这个日出的这个 从玉山上这个太阳出来的情形 然后又看到那个阿里山的神木 他觉得精神为之一振 就觉得这个自己这个又获得了这个新的这个生命 而且蒋介石他在英历的6月 就是英历的这个9月15 就是11月3号这一天呢 他这个日记里记得非常的清楚 他说这个 我从今天开始啊 我自己写了一个这个32字的真言 然后从今天开始 我字号 自己命自己号 叫复苏 就是复苏 但是后来他日记里也没有写 自己从来也没有说过他要复苏 但他一直说 我的名字叫复苏 那这复苏包括生命的 包括他事业的复苏 那他32字真言呢 写得特别好 他说 虚斗六三 受耻招败 勿恼勿怒 莫金莫曼 不愧不作 自主自反 小子何信 蒙神独爱 大概就是32字 大概就是前面说他自己这63那完全虚度了 然后呢 这个招来了那么自个人的耻辱 和事业的失败 但他后面都说的是 我从现在开始 就要怎么样平静地对待这些错误和失败 然后慢慢地自己反省 然后从此开始做 1949年11月14日 蒋介石从台北回到重庆 半个月之后 11月29日下午 解放军刘邓大军的先头部队 已经逼近重庆尽郊 当晚10点 蒋介石在蒋经国的再三追求下登上转机 但是一直到11月30日的凌晨2点 蒋介石仍执意不下令起飞 他在等待重庆最后时刻的到来 蒋介石之所以敢于迟迟不走 主要原因是飞机可以随时升空 共产党对此并无办法 清晨六点 天已放亮 相跑声已连成一片 在最后的几期关头 蒋介石这才点头适宜起飞 然而蒋介石没有离开战争的最前线 当日蒋介石飞抵同样危机四国的成都 蒋介石为什么要冒着巨大的风险 奔走于前线呢 蒋介石日记里是这样子 他就是说他当时他要部署整个的西南的这个部署 他就一步一步的退 那他就在西南当时想稳定下来 他最想稳定下来 我们说12月7号国民党政府已经签了 那蒋介石为什么坚持 蒋介石说我如果在那个地方的话 他自信 就是刘文辉 他们这些不敢判 不敢不敢判 那么这样子的话 我就可以把那个这个胡东南的三十二个师 给他好好的调配好 所以我在这坚持一天 就多一天的这个时间 那么就军队来说打仗一天的时间 这非常重要 所以他就认为这样 所以直到最后就完全是迫不得已了 也就是可能差一点点当年就有可能被扣留 就没走成是吗 我的判断是刘文辉他们这也不敢 不敢提及 他们应该不会 就是吓唬他 还是让他走掉 他们如果抓住的话 也很麻烦 因为国民党里面 他也有相当的这种伦理在里面 也不能说是随便的 就是这个 就是突然翻脸 就完全这个私交 什么历史都不要了 所以蒋介石 他绝对断定他们这些人不敢扣他 所以他 他一生最大的教训 就是他断定张先生不敢扣他 就张先生扣了他 所以这是他 蒋介石自己就是卢瀚的那个事情 他自己也显 我非常这个后悔 就是清醒这些人 就是如何如何 那么我们说说蒋介石 离开大陆的日子 49年的12月10号 他是下午两点乘飞机起飞的 也就是说从那一刻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回到大陆 没有踏上过这片土地 好像那一天 他也寄进了自己的日记 他那天日记记得 就是前面说的云南的情形 和大陆的情形 他现在必须要起飞了 因为共产党已经很近了 他必须起飞 他只是这个这个起飞的时候 就去飞到这边以后 他就过了台湾海峡的时候 他入记里是说 台湾海峡风天浪静 天气很好 跟这个离开重庆 离开那个困属成都的时候 气候完全不一样 他只是说气候完全不一样 他没有说到更多 因为他不觉得这一天 就是像我们后面说 历史划来一条线 蒋介石从这一天之后 因为蒋介石他不觉得 他说不定还会回来 因为他还有 还有部队在这里 所以这是我们后来的历史 历史或者后人 对他这个判断 因为我们走过的哪一天 多重要 要过了多少年之后 才知道多重要 不是说当时的人 他不一定 当时就能感觉到 这个重要性 1949年12月10日下午6点 坐在美林号专机上的蒋介石 从飞机上往下望去 眼底下已经是茫茫东海 整个大陆都远远地甩在身后 一股异常复杂的情感 涌上蒋介石的心头 从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 成立国民党政府 他已经担任这片土地上的 最高领袖 长达22年 从他飞离的这一刻起 一个蒋介石统治的时代 在大陆画上了句号 此时蒋介石才真正意识到 他唯一能落脚的地方 只有台湾 蒋介石其实一直是一个很悲观的人 所以他胜利的时候 他没有太大的高兴 举个例子说抗战胜利 8月15号 他得到抗战胜利的消息的时候 我们照理说 那八年抗战那么艰苦 他应该很高兴 但他那天完全高兴不起来 写着旧仇未报 新仇又来 就是好像什么事情也没完成 所以蒋介石其实在他的日记里 我们大量看到 失败主义的情绪也非常的 就悲观主义的情绪也很 但是他们同时又是一个很坚韧 很坚强的这种个性 也不肯认输 所以你要是说他不断地说 检讨国民党 这次又败了 那次又败 这次都有 你说他总体上失败 他从来没有认识过 即使到了台湾 他也没认为他是彻底失败了 他甚至到了台湾 只是他革命过程中间 一个转折点而已 对 我觉得就是说 必须要放在一个过程里面来看 因为在这个过程里面 蒋介石虽然一直有一些挫败 但是他从来没有一个所谓的转折点 说今天以后我就放弃这个中国大陆了 事实上在这个过程里面 他每一步都希望扳回来 因为蒋介石自己 我们知道他抗战的经济 对蒋介石其实是非常重要 因为抗战的那个时候 日本人占领了中国的全部的 东南部的地区 最好的地方 他退到重庆的一个小地方 那他觉得我尚且能打回来 而且能胜利 所以到了台湾 他不觉得是 说我就到了台湾 就没有机会回来 所以他是这样的一种考虑 所以他没有一个总体的认识 他就是说 这个阶段失败了 应该怎么总结 怎么反省 这个部分是非常清楚的 但是你说他 蒋介石就认为 我就彻底失败了 或者我只能经营台湾 我不能做别的事情了 这个没有 他经营台湾的目的是要 反攻大陆 将来还要再回来 所以他自己就有这种 不但自我激励的 这个部分内容在里面 似乎总是在反省 但是就是不肯直面的 去面对自己的失败 面对 也面对局部的失败 他们认为总体他会失败 的确在日记里面 他一直讲说 美国人说我逃到 在海岛当难民 这是黑暗中的黑暗 但是在这黑暗之中 他觉得这是 黎明前的一个黑暗 将来还有扳回的一天 自知死地而后生 其实他随时都预备 重新的再回来 1950年除夕这一天 蒋经国陪着蒋介石 在日月坛荡兜垂调 孤零零的小船随波漂流 此时父子两人的心情 没有一丝一毫是在余上 蒋经国看到的父亲蒋介石 已经并发安排 过去近一年 蒋介石从幕后到台前 四处奔波 心血费尽 不仅没有保住半壁江山 反而被迫来到 岌岌可危的孤岛 苦不堪念 困境之中的蒋介石 内心并没有熄灭希望的火种 他仍在祈祷新的一年 能够时来运转 一个新的时代 能否就此到来呢 刚才两位反复谈到 当年蒋介石把车到台湾 已经是他的下下车了 是实在没有办法的办法 那么后来看到 他在台湾成立了总裁办公室 那么这样的一个举动 是不是说明 那个时候蒋介石已经决定 就是国民党要在台湾 重启炉灶 有一个新的开始 对 我想就是说 成立了一个总裁办公室之后 他其实先从这个党务的一个规划 那也包括这个 他整个所谓的重启炉灶的一个计划 他觉得基本要从事这个党的改造 那当然在这个军事方面 他也觉得是最大的一个挫败 所以重新怎样的整顿这个军事 也是一个重点 再来就是这个党内的这个派系的这个整合 因为国民党即使都要台湾 其实内部这个派系 其实张力还是很大 所以我想大概就是说 党务军事的一个整合 到重启炉灶 是这个时候开始这个努力的一个方向 您刚才谈到就是签到台湾之后 国民党内部这个派系 这个斗争是特别严厉的 那当时蒋介石用了一些什么样的方法 来平衡呢 这个各派系之间的力量 就是蒋介石成立总裁办公室 强化我这个国民党总裁的身份 那他本来在改造国民党 或者把国民党 怎么重新有思想 有理想 或者有战斗力 这是蒋介石长期以来的一个目标 50年6月份之后 他局面稳定下来 那他开始检讨大陆这个失败教训任务了 就国民党内部的派系了 那他是开始一个一个收拾 那因为他地位已经稳定了 和这个49年的兵荒马上的时候 大家都在逃乱过程中完全不一样 他后来整顿国民党 做国民党改造任务 从50年开始 到了这个52年的时候 国民党这个弃权大会 把这个事情搞定 那么他那个收拾起来 绝对不收乱 从50年到52年的这几年间 其实蒋介石一直在反省 为什么丢掉大陆 那在这个反省过程里面 他其实似乎感觉到 在大陆时期呢 自己所做的一些这个策略上面 是失败的 对于失去中国大陆政权 蒋介石感到相当内疚与自责 然而他始终没有放弃 对权力的渴望 1950年3月1日 蒋介石正式宣布 再度复出 在不久之后的一次集会上 蒋介石对2000名国民党中高层干部 发表演讲 他提出三点 一 虚心接受在大陆失败的教训 二 不惜牺牲感情与颜面 彻底改造 三 他自己将鞠躬尽瘁 争取最后胜利 二十多年来 蒋介石出现在下属面前时 一贯是板起面孔 教训人的形象 如今当众诚心检讨自我 与会的国民党高官心中 不免百感交集 这已经是蒋介石第三次付出掌权 他又将会面临怎样的复杂局面呢 那么蒋介石到台湾之后 面临的主要的困难 大概有哪几方面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就是说 蒋介石到台湾的时候呢 跟他去的大概两百万人 当时台湾大概六百万人 所以整个这个局面来说的话 他所面临的其实是面对一个 一个新的一个统治的一个架构 那里面呢 有他的低系的部队 也有很多本地 从这个明清以来 就移入台湾的这个汉人 所以对那样子的一个架构来说的话 我觉得蒋介石呢 要必须做一个整体的一个布局 所以就像我刚刚所说的 对他来说 大陆的一个挫败 是他毕生最大的一个挫败 所以从50年到52年呢 大概他讲了这个 三四十次的一个演讲 都在反省 为什么大陆失败 对他来说呢 这个他希望呢 能够彻底的去 找到大陆失败的原因 从哪边跌倒 从哪边站起来 那这个大概是他在 50年以后呢 在台湾所布置的一个 最重要的局面 刚才其实也谈到了 他面对的 一方面对内来说的话 党内的一个派系的一个问题 权力的重新的一个布局 怎么样摆平每一个派系 然后其实呢 在军事上怎么部署 因为他后来呢 感觉到最后呢 这个大陆的这个失败 军事上是一个 很关键性的一个东西 在街上呢 这个政治经济上的 一个因素 特别是这个 土地改革的问题 所以他开始呢 从事这个 土地改革三七五建筑 那再来呢 就是外交上的一个问题 怎么样重新的 跟美国这个打交道 刚才讲到就是说 十一中华人民共和会 成立之后呢 对蒋介石最大的一个打击 其实是苏联承认这件事情 对他来说呢 这个他其实是这个 内心充满了这个悲愤 所以我想他开始 五零到五二年呢 已经开始做一个 整体的一个规划 而这个规划呢 他是充满了决心 他相信这是黎明前的黑暗 他相信自知此地而后生 脾气太来 这是他的行径 1950年6月25日 正在制造派的蒋介石 得知朝鲜半岛已于凌晨 化成了战争 这一消息让蒋介石 兴奋不已 他望远欲穿的 第三次世界大战 似乎一路端倪 6月27日 美国总统杜鲁门宣布 武装干涉朝鲜内政 同时派美国第七舰队 前往台湾海峡 因为有了美国的保护 台海之战延缓了脚步 蒋介石成了朝鲜战争中的 最大受益者 从此得以相对平安的 开始26年的台湾事代 从抗战胜利开始 蒋介石一路败退 战场上节节失利 士气民心偏离自己 金融改革失败 民不留胜 痛定思痛 蒋介石在台湾开始反思 逐渐将统治的重心 转向国际民生 台湾经济开始迅速发展 蒋介石失去人心 败退台湾的这段经历 和漫漫历史长河中的 许多故事一道 诉说着永恒的真理 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 只有依靠群众 依靠人民 才能出现历史的规划